這個廖俊聰 送錢的 被收押了 當時啊 桃園市市長啊 跑去參加 我們華雅園區啊 地主的座談會啊 當初參與處理的一些檢調的人員 不是被調職 就是被施壓 沒有辦法辦這個案子 這件事情鄭文燦一個人幹得來嗎 要不要全面的徹查 全面的侵犯 這份證據到哪裡 我們就跑 2017年9月的時候 收了錢 馬上親自主持會議啊 提供貼心的服務啊 山坡地 這邊 最大的地主 每個寺廟 我要跟行政院爭取 你們這邊的這個農地啊 我要爭取核定為國家重大建設 時任總統府的秘書長吳張介啊 馬上下條紙 俊松理事長會見啊 你12月4號至總統府含及附見 我看完了以後 我已經交代什麼 我交代行政院去做了 12月14號的時候 馬上交代給行政院秘書長 秘書長卓榮泰的章啊 蓋在下面 拿到了卓榮泰的章了以後啊 這位廖俊松啊 馬上 遞廖俊松12月19號壓的日期啊 遞給誰 遞給鄭市長 下面還要親自的簽名啊 鄭市長 這些事情我都做了 找完了總統 找完了行政院 行政院交代下去 來看一下 經濟部 內政部 馬上就核准 火速核准啊 事情發生的時候 鄭文燦 邱台山出任法務部部長的時候 本來是鄭文燦的副市長啊 給他最大的祝福啊 結果呢 我們的邱台山跟那個時候桃園地檢署的檢查長 這個是我2019年在立法院追的案子 幹過法務部部長的人敢去關說司法 另外一個叫彭坤葉啊 兩個人在大車輪日本料理 吃日本料理啊 施壓幫富商逃漏稅啊 針對外界所質疑的 當初為什麼沒有辦法辦 約談也沒有辦法約談 有沒有人洩密 鄭文燦怎麼知道那些監聽議員 匆匆忙忙趕快把錢還回去 做為我們法務部的大家長啊 對於我們的檢調 辦案辦得這麼辛苦 面臨到這麼大的壓力 部長要不要給他們打打氣 說 不要害怕任何權貴 部長當你的靠山 向上偵辦 不管牽涉到誰 辦到底 新鮮 新鮮 組成 組成 公司 是